今天是2023年10月20号,星期五 美国一票否决了案例会以巴廷火草案 中共就表示震惊了 但是哈马斯发起恐袭,他没有震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也没有震惊 朝鲜射杀中国渔民,他没有震惊 现在你表示震惊 对于中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撤侨消息 中国人民表示很震惊 到现在还有三名中国人处于失联状态 可以想象他们的家属心中的交集 没有任何解救中国公民的消息 根据英国iNews报道 一些军事和安全消息人士透露 英国特种部队SCS成员 正在与以色列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合作收集情报 可能会进入加沙解救英国人质 对这些国家来讲,一个国民的性命值千金 一位化名为刘魏的中国人 已经在以色列的贝尔谢巴工作了六年 他前天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 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大使馆的信息 他们那边的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收到大使馆的信息 中共大使馆一到关键时候就跟死人一样 完全不能指望 刘魏说菲律宾有一个女护士死在这了 人家总统强烈谴责哈马斯 让以色列总理把哈马斯铲平 这位总统还亲自去了女护士家里 一个总统对自己的国民都特别重视 他说,你在看中国 死了四个人都没有谴责哈马斯 不谴责恐怖主义 很多中国人对这个政府应该很失望 一个政府对自己的国民一点都不负责任 死了就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也没有任何安慰 他说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刚到以色列的中国人还认为背后是强大的祖国 刘魏心里就在想 你们肯定会失望的 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投于大使馆 你真正给大使馆打电话的话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打通 这就说明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在国内被洗脑的民众得到的信息 让他们有一种错觉 就好像我上批视频讲的 在恐怖分子面前喊 我是中国人,不会得到怜悯 这么做恰恰说明了对世界认知的严重错位 这不是一个以我强国为中心的世界啊 但是在海外待了久了的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还是不敢说话 但是对这点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上次不是有个对中共大使馆的电话 是否能够打通的大讨论吗 凡是试得过的人都知道各种心酸呢 中国来的朋友们打通过当地大使馆电话吗 无数网友反馈 他们从来都没有打通过 大使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如何呢 我是领教过在大使馆门口排队 被保安呼呼喝喝 进到里面复印文件 就因为我的动作慢了一点 就被工作人员骂骂咧咧咧 进到里面去的中国人 得到的不是国家的温暖 得到的是坚定了 我要离开这个国的信心呢 同意的朋友们请点个赞 我相信曾经在大使馆 受过冷遇的是非常的多 跟国内一个样 真的好像我们欠他们的钱一样 其实他们的薪水都是纳税人的血汗 中国人付钱给他们 让他们在国内国外召见自己 我们也只能默默祝福 在以色列所有的人质 包括可能在里面的中国人的平安了 谴责这个拿着纳税人的钱 装死人的政权 中共一边拿着国民的钱在国外不作为 还恐吓催促撤侨的留学生 一边在国内搞一带一路 继续挥霍纳税人的钱 本意是想搞万帮来朝的盛景 结果好像黑帮和丐帮的聚会 10月18号普京在一带一路峰会论坛发表讲话前 欧洲代表纷纷离席 曾经的元首们圆桌会议 这次也没有举办 因为不少国家元首不想跟普京同桌 普京可是被国际刑事法院ICC下拘捕令的战犯 昨天在一带一路峰会结束后 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对路透社表示 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一带一路 塔利班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他在1990年代掌权时 执行严格的伊斯兰律法 包括公开处决 鞭打和斩断首长 2022年塔利班剥夺了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但是因为阿富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已经有多家中国公司在那里开展业务了 问题是在这种不稳定国家做项目 最大的牺牲品不仅仅是当地的国民 还有中国劳工的生命安全问题 这当然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中共一直在宣传巴帖 搞中巴经济走廊 实际状况是不少中国人死于针对中国人的恐袭 很多去过巴基斯坦的人都反馈不要再宣传巴帖了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中共和一带一路的企业高层来说 这些中国劳工也是韭菜 他们既想要听话的中国劳工去干活赚钱 又不能保证他们在当地的安全 在很多一带一路项目中 中国人都成为一个巨大的目标 当更多的关于一带一路的丑陋信息被曝光之后 当地人更加对中共和中国人不满 就会引出很多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对中国人的袭击 习近平这次去南非带了五百多个人 总统套房所有家具装饰全部换掉 请问这些花销能不能在乌克兰和以色列撤侨十次以上呢 不是不能是不做 有人在网上晒出了历届一带一路的领袖合照来比较 发现今年人数明显减少 大家看看最后一张图跟前两张比较 除了人数大量减少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大家发现了没有 只有最后一张图 就是今年的图 几乎所有人都带着元首的夫人 2017那张几乎没有夫人 很少 因为人太多了 2019年人数还行 也没有夫人 到了2023年 人数太少了 必须有夫人们上去 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画面 如果减去夫人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就好像一个很闷的学校社团 被强制搞活动之后的大合照一样 就没几个人 大家还要摆出很享受的样子 摆拍 惨不忍睹 2020年9月 全球主要债权国宣布支持 暂停偿还债务倡议 DSSI 承诺暂停低收入国家偿还债务 来帮助他们抗击疫情和减轻经济影响 中共当时虽然同意参与 但是拒绝将国有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纳入计划 而中共给的很多一贷一路贷款 都是从国有银行放出的 结果那些穷困料到的国家 暂缓向其他国家还款 却把留下的资金留下了中共 成为金融界巨大的不公平现象 中共总是通过这种低级手段 利用各种可能的漏洞占便宜 这个时候再喊大国担当 给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口号 当然不可行了 但是你如果只看国内媒体 你是看不到这些信息的 在2016到2021年的五年中 中国在全球债权国中占比飙升到30.4% 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债主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在73个符合DSSI条件的国家中 中国是半数以上国家的主要债权国 债权占比的中位数在54% 最高达72% 中共在做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给大量穷苦国家贷款 而且一点都不便宜哦 一边是发现大量的贷款 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无法收回 只收获了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 和当地人民对中国人的不满 这对养着中共的中国人来说 这是loose lose 输两次的情况 钱也没了 还遭人讨厌 10月18号 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韵在发布会上承认 去年中国总人口总量出现第一次负增长 他说虽然人口数量有所下降 但是人口质量改善速度更快 中共官员现在都是处于没话找话说的状态 人口少了 但是我们人素质改善了 反正不能输就对了 就好像那个网络笑话 我们人少了 但是我们收入也少了呀 我们虽然人傻 但是钱多呀 诸如此类呀 这种自嘲的笑话是中国躺平一族无奈的呐喊 对于整体减少的中国人口和急剧增加的老龄人群 年轻人现在是不婚不育不买房 当今中国人跟一带一路的关系就是 减少的中国人 每个人要承担中共撒币的负担将会更加重 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导致的只能是更加剧烈的社会震荡 那中共是非常清楚这个后果的 我相信在中共支持侵略者的同时 已经在做国内部署了 对俄罗斯支持从来没有谴责过乌克兰 这次却开始谴责以色列过度自卫 说明在邪恶世界里 已经对未来的暴团取暖 有了一定的进展 他们真的在下棋啊 最近的对公务员的出国限制 自媒体潜台市民 对海外关系的调查等等 都是在为未来的公开跟民主世界脱钩校正做准备 内循环一到来 最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如何能让中国人不造反的问题 这一点呢 有些国内的人还没有看清楚 为了尽力缓解国内社会矛盾 官媒起到的作用 就是默默引导中国人说 国内暂时还挺好的 再有呢 就是把怒气倒向国外 那所有导致中国变得不好的因素 就都怪美国就对了 10月13号 广州官媒南风窗杂志发文称 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正在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新生活范例 一个月收入5到6万的独立行业报告撰稿人 外出从来不打车 而是选择步行和骑行 并且自制咖啡 自己理发 自己每天到市场买菜做饭 报道说 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变得抠门了 而是改变了消费观 这就跟之前摆地摊月入过万 剪破烂收入百万之类的宣传一样 容易造成迷惑 收入低的年轻人 因为媒体封锁 不能看到全国的经济状况 许多人就会怪自己不努力 连一万都赚不到 就更不要说五万了 网友们都看出来这篇报道背后的用意 就是想告诉你 很多年轻人都是月薪五万的 你找不到工作 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 而且这些收入高的人 本来就喜欢自己理发 本来就讨厌打车 喜欢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本来就喜欢自己买菜做饭 年轻人都这么干 不是消费降级了 而是这届中国人质量高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掩盖政府心中的恐惧 中共最怕的不是美国 也不是欧洲 因为他们都需要国会通过法案 对中共进行措施 真要发动战争取缔中共 这些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人家对人命珍惜 国会也不会允许你主动出手 能在不经意间让中共下来的 只有中国百姓 也许还包括大量党内人士 他们最怕百姓像白纸革命一样 突然有一天集体发问 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 谁来担责任 我的问题是问徐家燕 徐维远 请问徐维远 两万亿的钱 你是从哪里寄的 是怎么寄出来的 是谁允许的 又是谁神批的 又是谁亲自盖章的 这个我 所以造成72万亿家庭 无家可归 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那允许你寄钱的 给你神批的 给你亲自盖章的那些人 是不是要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问了一个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要记得点赞订阅 小木探天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视频链接呢 就在置顶留言 做视频传播真相不易啊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视频书面栏也有赞助链接 支持小木做出更多的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